我们都知道呢 这个卡通片里面的大力水雄 Popeye 你在让他吃了一瓶这个菠菜之后呢 他马上就这个动力无限充满了活力 但事实上外国人在形容自己 充满了活力的时候 可不是吃菠菜哦 如果他们说 I'm full of beans I'm full of beans 就是表示说呢 我是充满了活力 我问他们说 为什么是要food of beans 为什么是吃很多豆子 就会充满活力呢 他们稍稍的头跟我说 应该是因为豆子里面 充满了很多蛋白质 所以吃完豆子之后呢 就会food of energy 所以当你要说 我充满活力的时候 你就说 I'm full of beans 我充满活力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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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呐给你的面子 我充满活力的时候 我就充满活力了 我充满活力 我充满活力的时候 我充满活力的时候 因为令你伍满活力的时候 我充满活力的时候 我充满活力 moves 充滿活力的感覺 今天還可以教大家 幾個類似的說法 你也可以說 unlifely life也就是生命 充滿生機的意思 所以unlifely 我就是充滿了活力 我充滿了能量的感覺 另外教大家另外一個 如果你要形容一個人 講話的時候 七情上面表情又特別的多 然後肢體語言又非常多的話 你可以說這個人 我們知道animation 也就是動畫片的意思 這個人感覺上他講話起來 很像一個動畫 很像一個卡通人物的感覺 我們就會說 他也是充滿活力的感覺 另外還有一個很棒的字 我們可以形容這個人 這個bubble 我們知道香檳 一杯好的香檳 一倒出來 就是很多的氣泡往上冒 也就是說熱情如火 這個非常奔放啊 充滿活力的感覺 所以當我們形容一個女孩子 very bubbly呢 就是說她熱情如火 非常的有活力 非常的有朝氣 但是呢 有的時候這個bubbly 也有一個比較不好的意思 就表示這個女孩子呢 非常的游魂 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腦袋不太集中 其實也就是罵人的話 所以如果有人稱讚你 you are very bubbly 你可就要想清楚 你到底是屬於熱情奔放型呢 還是屬於游魂型的呢